今天接着我们的全红983连击板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主任大战以帅夫人 双方的玩法全主力 其实主任很久没有出马了 看今天能不能正负以帅夫人 以帅夫人他也是一个特色玩家 现在用安迪手发 这是很少有人用安迪作为主力的 现在主任用不知后手发 在空中一拳打的 让他无法守身 接着就是跳地压着起身 再压一下 但并没有很自信的压过去 反而被安迪反打出来 现在形成了一个位置反转 看安迪也想打 但是跳太高太明显 在高段级中这种明显的大跳 其实不认很实用 基本是打不到人的 前面安迪连续发波 不知后又滑铲滑了上去 这一波滑铲一个扔 安迪开场被拿下 现在看以帅夫人下一个有力 其实以帅夫人的洛奇才是重中之重 这个洛奇伤害贼高 现在看以帅夫人的游历 其实只要是 打一次伤害的大招 伤害斗狗 就像八神的天堂减 伤害也是挺高的 现在不知后 继续赢一个 以上 超比赛的 看来一个不之后 可以杀到以帅夫人 最后一个洛奇了 现在不之后 继续开飞 杀 战C 战C没有接空头呀 这是怎么回事 失误了 肯定是失误了 主任就这么没了 现在看主任下一个角色 主任的克里斯 其实主任这三个角色也都是强角 克里斯先来一个跳 有力他突然使用雷黄拳 飞翔拳跳4D 圣龙取消旋风队飞翔拳 落地给他一个套 大圣龙之后 雷黄拳撂倒 嘴霞暴力掌机 这可能一套带走了 飞翔拳 C地圣龙旋风队飞翔拳 再打一套 飞翔风黄脚 大圣龙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大圣龙 不能把兔子给带走 晕了 晕掉以后 肯定就没了 主任 剩下一个八神了 主任前期的优势 被游里给搞没了 第四个回合 看主任的暴走八神 这个暴走八神 也是非常具有特色 玩法别具一格 游里想凹一下子 八神肯定不答应啊 这么明显的凹 八神利用葵花三世 接上八支 乙帅夫人 先中招 八神开地坡 抓卸风 反手中爪挠 葵花 转到一段天堂之间 起来吧 一点血的乙帅夫人 跟个八支牛 我好不手软 天命乙帅夫人的洛奇 也是即将登场 这个洛奇 咱们来看一看啊 目前也只有乙帅夫人 用洛奇做主力 现在洛奇 一直啊 旋风团 一直用下C 在那里乱掏啊 但是突然用一招 旋风的熬道 就开了两次必杀 八神被搞得 剩一点点血 洛奇只要再给他 一发炸 八神基本就没了 因为抱着八神很脆的 现在洛奇用拳脚牵制住八神 八神非常急躁 急躁是没有用的 那么一招 夫人就拿到了第一分 我们马上就用到第二局 第二局看主任能不能 报仇血恨 现在呢 他用克里斯手发 把波之后排到了第二位 优理手开飞翔拳 两点下 这脚没有中 可以现在就用划铲划到他 划到以后下踩 后抓 拉过来给一手 必杀给他个推推推 推完之后 一帅夫人还剩半血 嗯 圣龙凹出 有了一颗气 有一颗气之后 起手能力 游力肯定是比不过克里斯 但是他用大声凹的选择 也只凹到了一段伤害 燕翼飞翔拳 哦吼 克里斯也值后抓 就直接破刀的燕翼 破刀飞翔拳 那一帅夫人这个游力 肯定是没了 两次前冲空中 接个C头 带走 现在来到一帅夫人安迪这里 第二个回合了 安迪能不能够稳住 安迪想手开斩引拳 这个斩引拳适合凹一下子 适合在板边凹一下子 斩引拳之后还可以再搞中断 现在被克里斯连跳被搞到了 好伟连 双手前进手划斩 结果再来一个连续划冲 圣龙腿连续划冲两段 这个伟连就可以把他给一条带走了 一帅夫人就剩下一个洛奇了 一帅夫人这个洛奇 就相当于登神的板子凉 每次都好累啊 第三个回合 来看他的洛奇 出马 洛奇首先一跳 接着就是暴击 克里斯 中招 超不下炸 篮球砸一下 闪现过来 中拳出击 再来一个大招 跳飞地 跟上 失误 失误了 没连住呀 洛奇只能交抢反 闪现套路反身位 好 跟上去 直接大招 可里斯这个闪神 直接被抓了 看来是势如破竹啊 这洛奇 非常的有自信 第四个回合 主任他的波之后 波之后 快着冲杀过去 划铲洛迪飞 起身下班再掏起来 洛奇就飞 可以 洛奇抢反交了 敲反交了 之后 他必须找个机位 开超杀 机会来了 跳飞地 飞西 超比赛给我炸 篮球砸一下 跳起来 压起身 旋风腿 或者后 也要一命呜呼了 飞西走 这个篮球仔 好像已经 和一帅夫人 融为一体了 第二个回合 主任的霸神 先生 现在霸神 首先开跳 请攻击 起手开了 转到一段 转到两段 奎花结上 洛奇就交出抢反 抢反交的太早了吧 他必须让一个机会 炸他一下子 要不然这局很难打 给我炸 霸神 只能抢反 你看这个超杀 掉了多少血 一半的血 很恐怖 现在霸神 地包跟上 跳彩地 转到一段 转到两段 地包再跟上 衔接的很棒 奎花三十 角落可以 想跳飞 来个韦廉 但是快了一点 再让洛奇利用拳脚 攻击 要没了 八神 给我炸 八神真的没了 功亏一篑 八神 前期那么好的 又是这么 就没了 那么下面来到第三局 这场抢三 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一顺 分人的安迪 直开展影拳 再开发波 克里斯跳也跳不过来 波接展影拳 好套路 比波升还要实用 他真的升了 升 升龙两段 大招 推推推推 又开始推了 展影拳取消 到角落再发波 波接CD 别太小看安迪了 这个伤害真不是吹的 第二个回合 主任他的布置花舞 安迪先抱上一气 好对 安迪跳在地 升龙拳开 轻角没点到 没点到呀 发波 不之后 也进行了一个飞 利用飞 安迪把他怼到角落 轻推去手 展影拳取消 QK 升龙拳 搜脸 起身就继续发波 看你不知道怎么办 利用轻角攻击 压住轻楼空 不之后呢 就用下飞 确认白鹿之舞 落地飞 空中再飞 哎 角落扔一下 选择了比较实用的打法 他并没有使用一个 飞来飞去的连飞 只使用了两连飞接头 接着看一帅夫人的 有力 哦 开场凹到一套 凹到一套就成功了 这一波 飞向前做取消 飞向前 圣龙炫富对飞向前主任的八神 提前冲马 八神也挺累的 到之后扛大旗吧 如果扛不起来 压力又很大 压力很大 八神有猪 圣龙对空 爪到一段 直开八炙烧 一波跟起来 强抓卸风 翻手天堂战 再拉一炮 炸 奎花接入 然后小跳百合者 那这下游里跑不掉了 今天主任的最大敌人就是洛奇 在98E中的洛奇他会变球的 在98C中还没有那么夸张 第五个回合 一炫粉 洛奇现身 八神强势攻入 奎花转脑 洛奇是强反交出 抱上一戒 一直下谁 旋风腿 哎 套一个下半清攻击 奎花三是空了 洛奇也没抓住机会 八神强抓旋风 可以 抄笔杀上 这波抄笔杀足以让一帅夫人直接跪了 黑花千语金 日常操作 接上一发八十女 现在一帅夫人 血量不多 翻手 拉一个天堂之间 洗呢 棒 快过来 带走 主任终于拿到他的第一分了 太难了 还挺危险的 这一分拿的 那么现在比分进行到了1比2 抢3 逆帅夫人的赛点 只要再拿一分 就可以宣告比赛结束 前面主任用不知后机首发 游离圣龙怼空 追杀过去 清掉两点 走 游离后面放弃 不知后冲杀过来 可以 上 哎 游离突然怼了一下 圣龙血风队飞翔拳 空中一波超比赛 请攻击 再来一个暴力掌机 灰翔拳生龙 Cd生龙旋风队 灰翔拳带走他 好 半手软 好 半手软了 那么现在来到主任下一个人 第二个回合 主任的 克里斯 克里斯快速冲杀过去 游离持有一个 来一个黄泉 中了 灰翔拳 超比赛杀 中间进行一个转子招 哦 哎呀 没有连出来啊 其实暴力掌机还可以在座取消的 现在克里斯反而抓住一次机会 一帅夫人这局有些失误 失误还挺大 都是在关键时刻失误 克里斯抓住机又跟上一套 轻角 卫廉 卫廉没有中 没有中啊 什么情况 想杀 划到克里斯 寻找机会 划铲 没有划到 又燕翼 生龙 一点血 还是被投了 投到以后划铲 后装没了 一滴血 残血翻盘 可惜了 接着看一帅夫人下一个安迪吧 第三个回合 安迪轻克气时候给他一番扎影拳 克里斯直接没了 顺便来看主任下一个八神 第四个回合 安迪先报上一次 占一拳反身为超沙库霸雷坛 八神只能枪反 没有办法 八神近身攻击 这个距离很近 幸亏安迪不是投机角色 如果是投机角色 他就惨了 八神女开地坡 抓血风 翻手天堂之眼 拉一炮 霸 飞过来 然后小跳 百合者 骗过生龙 这次没有开百合者 兵不厌仗 不会每一次都一样的 好 第一帅夫人洛奇要出马了 比较关键的一局 希望洛奇可以稳住 咱们接着来看洛奇的 第五个回合 洛奇怎么打 哦 洛奇爆气 八神想用轻功的起手 然后跳低压柱 圣龙 飞花三世 可以 哎呀 强反了 洛奇 强反以后 看洛奇使用什么招式 来破防八神 哦 没有了强反的洛奇 可能要没了 五颗七八神 没有连住 哦 刚cd界旋风腿 两次cd界飞吸 旋风腿反身位 失误了 这个洛奇 为什么出了个篮球 刚才旋风腿反身位之后 直接开一个重拳 就可以了嘛 现在搞的哎呀 搞到他自己身败名裂了 比分二比二 那么就进行到了第五局啊 刚才如果洛奇不失误 感觉还是可以赢的 先看看一帅富人这局用游里手发 阿贝康主任的步骤后 不骤后空中一头 划铲划一下 接着头 空中一烧 前面不骤后继续冲杀过去 冲杀冲杀可以 下贼确认落地再投 划铲 扔上去 一个大刀 第一局就打出了抛肺 很好的一个快局 下一局一帅富人的安迪现身 吃出了空中闪影拳 再来一发 跳地压出去 好这一次是暴起状态 安迪要开始疯狂连招了吧 应该 打招推推的推 这个推不止后真的好应景啊 哦 安迪就在身边还叫安迪啊 是被打昏了头了吧 第三个回合主任的克里斯 安迪又是直接暴起 哇 今天一帅粉要干嘛 这么有记性 挑赛地圣龙拳 又要上超杀推了 推完火舞推克里斯 今天安迪推疯了 双推 空中斩影拳 别上一脚 这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扛不住啊 第四个回合主任的巴神 给他巴神 闪神 差点被重拳推到 超杀恐怕猎坛 巴神躲过 还是中了一发圣龙拳 双圣龙 大招直接开推 先拿下巴神半管血 现在巴神中招 我接一个圣龙拳 大招继续给我推 接了个头 安迪现在不管是血量 还是血量都是优势很大 巴神闪现反波 距离不够抓不住 现在巴神再开一波 安迪继续个后退 好吧 然后面泡不掉了呀 背3比2咯 期望